CBA第二阶段的角逐周六晚上继续进行 届时南京大胜将会交手广东、华南虎 南京大胜舰队至今未曾击败过广东、华南虎 前者对赛方面备受压力 加上南京大胜第二阶段的表现欠佳 此番队上11冠往广东、华南虎 南京大胜并无胜算 的却需要对南京大胜的球员兼主教练习热力将多加赞赏 此次经济率队打出了队史最佳表现 并且林薇、赵百青以及王岚清这三名年轻球员 在其麾下都交出了不俗的表现 军场得分上双 加上双外援 昆廷比达成和路亚古尔军场得分都在20加以上 因此南京大胜打出队史最佳的表现并不出奇 但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球队能够带助五连胜结束第一阶段的赛事 但第二阶段至今他们已经经历过三次连败 一次三连败 两次两连败 第二阶段八胜八负之战既明显比第一阶段 六胜三负差 其中更是遭到北京压以及辽宁非暴双杀 而经个赛季头两次交手广东华南虎军落败告中 两场比赛和贡输30分 综上所述 即使南京大胜经济令人刮目相看 但他们依然无法撼动传统豪墙们在CBA的地位 何况他们舰队至今从未曾击败过广东华南虎18连败 自从经个赛季 CBA官方改成积分制之后 胜方机两分 负方机一分 弃拳方机零分 即使广东华南虎经济击败过辽宁非暴 且同战绩均为20胜5负的情况下 由于广东华南虎经济首场因故背叛0比20输北京紫禁勇士的关系 积分方面落后辽宁非暴一分 只能屈居第三 不过对球队以及球迷而言 积分榜上的差距并不重要 因为十一贯王 经济依然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 事关在这四场败仗中 叛赴北京紫禁勇士不济 广东华南虎三场输一分 一场输十一分 且除深圳猎豹 山东麒麟以及浙江金牛之外 广东华南虎经济还未曾输过给其他球队 这足见他们的实力 随着徐杰的成长 三后卫体系赵锐 胡明轩和徐杰已成十一贯王 经济战术中最关键的一环 至于易建联和祖四殿显美顿的双塔式 内线最有力的屏障 三张一王 张浩 张浩佳 张明池和王兴凯成为了顶替周蓬离队的中间力量 当然少不了攻坚时刻的头牌M 布鲁克斯 能够摆出不同的阵容执行不同的战术 一直都是广东华南虎最有优势的一点 尤其此番队上南京大胜这般年轻人 经验方面可谓完全碾压对方 毕竟十一贯王的主教练是全职的 无需亲自下场 M直播是澳门球迷必备的应用程式